接下來要上的內容叫做折射 折射還有透鏡成像 這裡是重點 是比較會考的 比較重要的變化也比較多的 好 幫了折射 光從一個介質進到另外一個介質 因為它的密度不一樣 所以波數不一樣 所以就會發生前進方向會改變 這叫做所謂的折射 波數不一樣是頻率是不變的 所以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 講過了 同一個光跟同一個聲音都一樣 在任何介質傳播頻率是不會變 這種轉彎的形象叫做折射 只要是折射都會遵守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 第一點 就是入射線折射線跟髮線在同一個頻面 入射線折射線在髮線的兩側 那第二點比較重要 就是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較大 代表光速會比較快 確實的數學關係高中之後再教國中 只要知道角度大代表光速快 所以當我會再提醒你光速的快慢 因為它會跟我們折射線上有關係 然後這裡有多個名詞就要搞清楚 什麼叫入射線 入射方的前進方向 入射方的前進方向應該叫做入射線 什麼叫做折射線 折射方的前進方向應該叫做折射線 那什麼叫法線跟前面的反射定律一樣 法線什麼意思 跟障礙面垂直的線 跟障礙面垂直的線要法線 然後呢搞清楚誰叫入射角 誰叫做折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假角 什麼叫折射角 折射線跟法線假角 把名詞弄懂 在講什麼好清楚 ok 然後有一種說法就是偏向跟偏離 好當我從一個 當我從一個慢戒指進到一個快戒指 我的射射角變大 說法叫做偏離法線 偏離法線 所以有的題目上寫的是 問的是偏向或偏離法線 那如果倒過來 我從一個快戒指進到一個慢戒指 我的射射角要變小 那叫做偏向法線 所以要知道有人會寫 有人會問是偏向還是偏離 就這個意思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學測考過這個題目了 就是如果我的入射光是垂直入射 那就沒有折射現象發生 就沒有折射現象發生 當初在上課的時候 我用動畫跟對顯示過 為什麼速度不一樣就可以 會發生折射現象 用所謂的最小的時間原理 就解釋過了 也跟各位解釋過了 為什麼垂直的時候就沒有折射 要記住這個考過 折射的時候沒有折射的 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現象 那就剛剛講過你要背這個 你要背這個 因為你背過這個 你就知道是誰比較快 你就會知道說角度要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你有記得嗎 你有記得嗎 真空水空氣玻璃的快慢 你有記得誰大誰小嗎 來 這個人叫做三二 誰大誰小 玻璃 真空空氣水玻璃 請坐 真空空氣水玻璃 因為你背好了以後 所以到底說光從空氣射入水中 所以從玻璃射入空氣中 你就會曉得 他應該是怎樣怎樣 他角度應該會變大還是應該會變小 你就會知道 OK 以下是一些折射現象看一下 看一下知道大家就可以了 還是正樓 就是看起來看到一個 七七八八的景象 這個景如果是折射產生的 這個景象確實存在 只是他不在你看的方向 他在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然後星光會閃爍 因為星光比較小一點點 然後空氣在那邊折射 他又會一直偏向 所以他就看不到 所以就會一閃一閃亮晶晶 然後快點斜他 我們上課解釋過了 這個也知道嗎 這個才告訴你那個水面會變淺 你記得嗎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水面會變淺 然後水面會變淺 這都是所謂的折射發生的一些現象 看一下知道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筷子斜叉跟那個 從上面往水裡看 那個水面會變得比較淺 這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這是有關於折射的部分